我跟他在一起两年多了 从异地到一起又分开 经历了好多 感情其实挺深的 我现在就希望 我俩能在一起工作 一起生活 让他跟我回家 可是就连这个要求 他都不能答应我 我一直将就他 可是他的那个计划 真的赶不上变化快 我不能一直将就他 我现在受不了 跟他一起在北京的生活 我坚持不下去了 他一点都不为我着想 掌声有请这一队有请 男嘉宾小婷二十六岁 来自河北网络技术 女嘉宾小婷二十四岁 来自青海养生馆技师 来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打哪儿来 河北 我是青海的 我知道 我是说你们俩上这节目之前 打哪儿来的 北京 现在都在北京工作是吗 对 怎么认识的 我们两个是一次偶然的机会 在火车上认识了 我们家是在县城做生意的 然后那年生意比较忙 我就正好去帮忙了 他正好是在河北上的大学 然后我们那次正好是 同一辆火车回来的 在火车上看到他 我就觉得他挺漂亮的嘛 当时就想跟他要个联系方式 然后没多长时间 我们两个就确立关系了 后来呢 就是我在北京工作 生活都挺好的 挺稳定的 他现在就是特别想让我 回他们老家那边工作 我现在不愿意 就放弃北京这边的生活 去重新去打拼什么样的 行 听明白了 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 我想留北京 希望我们说服你的女朋友 是这意思吧 对 然后刚才说的是这么认识的 交往怎么交往啊 你就当时是在河北吗 因为他在你老家读书吗 河北哪读书 石家庄 石家庄 他在石家庄读书的时候 你在哪工作呀 我那时候在我们那边 一个小县城网络公司做技术 当时主要就是异地练 异地练 就打电话视频什么的 练得怎么样 当时练得挺好 后来呢 后来就不怎么好了 后来他就总说 你在这小地方 没有什么发展啊 没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什么的 你去大地方闯闯嘛 什么的 后来我就去北京了嘛 去闯 然后他来了之后 他又说北京这边生活 压力太大了 然后就说 你去小地方就不行嘛 安逸点就不行嘛 反正就是我怎么做都不对 然后他怎么说 都是他的理 那也不是那样的呀 当时我是在读大学嘛 那肯定思想观念是不一样的 现在我出来社会 我就觉得其实挺残酷的 先去库下 这三个人 我就觉得挺着急的 的 我今天因为是什么 不一样的 我自己的 疯 不一样 我 我 大丈夫 不是 我 不用 我 努力 努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是今年刚毕业的 今年刚毕业 那你现在在哪儿工作呢 现在北京 等于现在你要求他从北京走 是这意思吧 跟你回老家 我想让他回青海 我俩一块回青海发展来着 那你是哪年去的北京呢 现在在北京大概待了两年了 应他的要求去的北京是吧 对 当时就是跟他赌气 赌什么气 您可以问问他当时跟我说那些话 他是怎么说我的 行 说说吧 当时发生了什么 当时我就觉得 他在一个小县城工作嘛 我就觉得年轻嘛 毕竟然后想让他去外地闯闯 当时然后他也不愿意去 我俩就吵得挺厉害的 我就反正说的话也有点过分 你是怎么说的 我就说他没有用 没有个男人的样子 再就是激励他 鼓励他呗 让他去那个大城市看看嘛 毕竟咱们都年轻 我说你要去大城市 我毕业之后 我也跟着你一块去 就当初你是有个承诺的是吧 对 然后你就去了 对 他当时跟我说的是 你就闯失败了也没事 但是我要的是这种 敢拼敢闯的 就是就行了 然后我去了 去找工作 刚开始也是处处碰壁嘛 好不容易有一家 就是比较小的公司 录用我了吧 工资还特别低 当时我生活的 还是比较拮据的 因为我去北京 一共都里就带了两千多块钱 然后交完房租 就没什么钱了 那是 我一天基本上就吃一顿饭 然后就是跑到很远的地方 很偏的地方嘛 就花几块钱吃一顿饭 然后他来了之后 看到我屋里有一些零食呀 什么的 他就说 哎呀你这生活过得挺好呀 你不是说你在这边挺难的吗 当时我也是为了要面子 还是一方面为了他担心 然后我就说 我过得挺好 其实平时就吃那些东西 饿了就吃一点什么的 他就总结了 那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呀 你刚来北京也都是不容易的呀 那你既然知道 刚来北京都不容易什么的 咱们在北京这么长时间 好不容易现在安稳了 又要去别的地方 当初让我去大地方的是你 又让我回的小地方的还是你 你怎么着 你得给我一个选择吧 让我能怎么办 那但是现在你是爱业的 那我呢 我这个专业压根儿在北京 不好找工作呀 你什么专业呀 我是医学影像技术 然后在北京 医学影像技术 就是看那个CT啊 就看这些东西是吧 这也需要经验 然后在北京 我压根儿就找不上 专业对口的工作 我说就回老家发展去吧 就回青海那边 但是他又不同意 他就说在北京床挺好的 但是我也想 我既然是学了这个专业 我就想在这个专业领域 有一定的成就嘛 但是他又觉得 我就是老想让他换来换去 就这样 咱们说说感情的事怎么样 你们俩感情怎么样 感情的话 我觉得咱俩在一块的话 三天一大炒 两天一小炒 就那样 这为什么事炒啊 你说错了 是一天一小炒 两天一大炒 哦 你的嘴还挺快 你说吧 因为他就是 我做什么他都不满意 我干什么他都看不惯 比如呢 就比如说他做饭嘛 然后吃完饭 让我去刷碗洗锅什么的 不洗不满意 先我懒 洗完了他还不满意 先洗得不干净 那本来就不干净 第二天我做饭的时候 我又得要再刷一遍 那锅灶什么的 你都不擦 可是那天我告诉了没有 我说我近视眼 我看不清楚 我看还得挺干净的 我说那你把眼睛戴上眼 戴上眼 戴上眼 这个眼镜度数不够了呀 现在 现在也看不清了 那你再配一个呗 不是换眼镜 不还得好几百块钱 一个眼镜 我好几百块钱 我就带去买眼镜去 那你老说你这洗不干净 那你也怪我 你眼镜那是可不怪我 那我洗不干净 说一回两回就行了 主持人他不是说一下两下 就他得这个事 他能老说一直说 我就说到让人心里特别烦那东西 那关键你也不打扫房间呀 你看那房间你一次打扫过吗 那不都是我在打扫吗 是 你打扫房间 我也知道你大老远过来 跟着我挺辛苦挺不容易的 但是我就希望 你有时候也能理解理解我 我希望你能够 稍微地理解一下就行了 因为我的感觉就是 你说什么我就得做什么 我就得按照你那个规划走 我如果不按照你那个规划走的话 就是我不对 也不是那样的呀 如果你能做好的话 我就不说你了嘛 一会儿 一会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